消失的冰子弹真的能杀人于无形吗 在之前的节目中 流言二老使用液态弹冷冻而成的冰子弹头 却只射出了水蒸气 枪塘里的热气融化了冰子弹头 许多热心网友认为是 流言终结者的冷冻方式不当而导致的 液态弹冷冻的速度过于快 而此次的重新测试 流言终结者将会换用其他方式 很有技巧地做出冷冻冰蛋头 可使冰蛋头形成时 拥有更硬更不易融化的结构 有了清晰的目标 流言终结者团队 很快制定出了实验方案 他们需要一系列材料 团队伙伴们各自分工 迅速开始了自己的任务 托瑞制作铝板容器 凯莉准备子弹模型 随后他们用胶将子弹固定在铝板容器内 倒入凝胶 等待它凝固后 接着将子弹的蛋壳和蛋头分开 将火药取出来 倒入蛋壳中 用辣浆其封锁住 接着用水填满子弹模具 将蛋壳塞入水中 接着进入冷冻环节 让模具冷冻一夜 就可以开始进行终极测试 为了确保测试的真实性 他们请来 用动物凝胶胶着而成的 人形模型当作靶子 可以接近射击真人的效果 一切准备就绪后 流言小队来到靶场测试冰弹头的秘密 子弹头已经冷冻一夜 应该比之前的失败的子弹头 兼顾许多倍 严谨的流言小队 在子弹拿出后 迅速喷上一层锁氧剂 防止它迅速融化 但是这小小的冷冻子弹 可以成为致命武器吗 接下来进入终极实验验证环节 工作人员扣下扳机 远远看到人体模型产生晃蹦 好像在发射空包弹 走进观察 并没有发现冰的痕迹 只发现一些蛋壳的蜡合 未燃烧的毁烧 明明瞄准了 但是冰还是在射击过程中融化 接着流言小队 将人体模型挪得更近一些 想确认是否和距离有关 再次瞄准发射 但是似乎没有东西发射出来 人体模型受到的伤害 可能只有水蒸汽的灼伤 冰子弹头还没有射出来就融化掉 看来冰子弹头还是南投 枪塘内的高温 最终流言被破解了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